哇 好 这个蜜好玩的这个所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线上的这个朋友们 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我们的开议十分钟一点你就通 那老师今天很开心呢 又来到我们这个开议十分钟一点你就通的这个 要来分享老师的前世今生的经验跟案例哦 那老师在分享的时候呢 记得一定要公开分享哦 然后按赞 然后再来开启这个通知的小铃铛 这样子呢下一次老师上线的时候 要来分享故事的时候 你们就会接收到通知好不好 一定要这个按赞分享 然后追踪要开启小铃铛哦 好来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什么 我先叫大家打招呼 有点lag哦 好那待会老师顺序 大家要分享对对对对一定要分享好不好 好那今天老师要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因为老师在前世今生这一块 我觉得东方人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知道灵魂的存在 所以呢我说东方人呢从这个自古以来从二十八星宿 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来的地方是从哪里来 就是从二十八星宿下来投胎的 所以中国人都很厉害 所有的华人世界都懂 有灵魂的存在 那在这个我们讲说科学方面呢 你看史蒂文森在西洋的科学里面 史蒂文森他也利用四十年 应用四十年哦 四十年耗尽了他半生的这个人生 研究什么 研究了三千多名的这个小朋友 证实从这个小孩子的这个身上印证他们对前世哦 他们都有办法叫出这个他这个名字 前世他都有记忆的 好所以不管科学也好 或者在我们的灵魂学里面 前世今生这一块 灵魂的存在是被科学跟玄学相对应都印证出来了 好复制东陵静云 大家好大家好 好珍珍你好 记得一定要按赞然后分享 然后能够开启小小铃铛 下次就可以收到老师上来的时候就可以收到通知的哦 好那所以灵魂真的确实已经被西方跟东方都确定 它是存在的 所以老师在这个在前世今生这一块 就是我们讲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个叫掉灵 有没有 很多为什么你有时候在解决事情 叫掉你的灵魂出来来处理事情 好我举个例子好了 老师有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是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小孩子 大概这个儿子呢是独生子哦 大约在35岁左右 那当时呢这个听说这个小孩平常没事的时候 对父母是恭恭敬敬的 因为父母真的很疼他 唯一的一个儿子也唯一的小孩 但是当这个孩子不知道莫名其妙 突然间脾气上来的时候像发了风似的 会把水手抓家里的东西就直接往他的父母丢 爸爸妈妈身上丢 甚至有时候更狠一点是拿什么 诶那个水管啊水管条啊是不是很可怕 那个水垂那个真的会乌车 他就会去拿那个水管就直接往他的这个妈妈跟爸爸身上打 所以因为这样的问题爸爸妈妈也搞不清 但是孩子突然间好的时候呢 诶又很正常 那结果爸爸妈妈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孩子 找了很多的方法没办法改变这个孩子 于是呢 他听到朋友说找林玲老师 好他来跟我讲的时候 就说他朋友来跟我约的时候 我帮他排了时间 当时呢我们听说他这个小孩的这个例子 诶老师也会怕呢 刺他一旦呢 我也很怕他要是发作了 等一下拿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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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水管条打我 诶我也会害怕啊对不对 所以我我我进去的他我当我面对他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男孩那个35岁的这个这个小男生 诶我看着他还算很正常啊 我就很安心了 然后我就面对他 我就开始跟他聊天 聊啊聊啊聊啊的时候呢 突然间他停止说话了 我很害怕 我怕他等一下会发生一件事情在我身上是对他的父母亲的事情 可是这时候他的灵魂讲话了 老师就听到他的灵魂出声音 他说啊 他前世是被日本鬼子哦 就日本的这个军人 灭带 而且把他分 就是打他 灭带他 然后还把他这个 不单单灭带 灭带他到死 我一直哇 我就吸引他想说 怎有那么狠嘛 不过过去 就是历史故事也有讲这样的一块嘛 对不对 但是我在犹豫 是不是该讲 我就跟他 我就看一下他妈妈 我就跟他妈妈讲说 哎你这个孩子的灵魂啊 刚刚有出声音 他说 他前世是日本鬼子 灭带他 灭带致死 他妈说 老师 难怪 每一次他拿那个鞭子 就是那个水管条 打他爸爸的时候 他就说 你这个日本鬼子 你前世虐待我 我这一次就是要跟你讨回来 哇 这个怨力很重 所以他每一次发作的时候 就是 他那个灵魂的记忆一出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发了疯似的 他们那个隔壁灵机都说 他是疯子啊 那我就说 好 如果这样的话呢 好 我们就开始处理 跟他的领做和解嘛 那怎么去和解 我就教他方法 好 处理完以后呢 这个孩子在之后 慢慢的慢慢的 比较没有那个气发产生 哎这个怨力有减低哦 到最后这个孩子呢 在他们的隔壁灵机的眼中 变成了一个非常孝顺 不再会拿这个水管条 会抽到他的这个父母亲了 好 这个就是老师在前世今生的时候 我们讲的 借由灵魂的这一块 好 我们请听他的 老师会去请听他的灵魂 从他的前世去掉夜 他的原因是什么 有可能 会从他的前世世 前三世 去掉夜 但是如果追踪不到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前世世 对我们这一世的影响 是相当的大 那我们在掉夜 有时候会掉夜到前七世 刚刚这个小孩子 就是从前七世掉夜出来的 那就知道原因 所以呢 我们把它处理完以后 这个孩子变得非常的孝顺 好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你们可以连私下密讯这个小编 好 Angel Angel 美意贝拉 好 所以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这条灵 他累世的这个记忆都会存在 累世的愿也会存在的 就像今天老师在咨询的时候 也碰到了同样这个家长 因为小孩子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在看的话 这个妈妈我跟她讲 这是你的功课 我也掉夜了她前世的灵 然后解开了 她跟这个女的之间 的这个 不说话的这个状况 好 这个就是灵魂 所以东方西方都已经印证了 确实我们都有前世的记忆 前世的愿也有办法在这一世会来追讨的哦 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私下的这个打电话给我们密讯我们小编哦 要记得一定要分享好不好 要按赞分享 然后呢开启通知小铃铛 你下次就会接收到老师上来的时候呢 你们就会接收到通知 还可以听下一回的故事哦 下一回呢我很想分享一个最就是前两个礼拜 基本上她是去年来给我咨询的 去年她来的时候呢 哇 她欠了800多万 那她怎么样子在半年当中老师处理她以后 还掉了800多万 我们下一次 好 开启10分钟 一点你就通 我们后会有期咯